請請問一下,你還會學到 有這樣的期待跟你們的問題嗎? 你們接受到什麼時候嗎? 現在是德媒體、德媒體德媒體的時代 有很多人,我們五次說 只有年輕人還在玩手機 你都不知道 航空的這些歐立山、歐巴桑七八十歲 這些人每一天都在那裡滑來滑去 這是他們現在的家庭 他們在餐廳現在擴殘、擴料回來 還是算手機了 所以擴典很多新媒體的用途的人 我覺得這個媒體就是 在媒體的辦法裡面最有代表性 所以跟過去的傳統媒體完全不一樣 你如果看為什麼這位 有某一個政黨在初選的時候 他首先會去教養這些歐立山說 你如果是七十八歲 你就會說你一十七 好 你看看這位電話 現在讓你誰都知道 七十二要說二十七 這樣會加分 所以這就是 新媒體和德媒體 如何讓我們台灣社會改變 對啦 剛才你跟我說過 過殘過了 看醫生 吃到早餐還可以滑手機 我以前都沒說他說 他這樣不能 阿姨啊 阿嬤啊 阿嬤啊 還有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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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七我跟兄弟 兩位和兄弟也要看醫生 看直播 不能叫阿嬤 要叫阿姨和阿贊 叫姊子就好 叫姊子 叫姊子就好 就要看醫生 你不期待直播的過程中 可以跟觀眾 有什麼樣的活動會不會不放嗎 觀眾活動會不會放嗎 因為有4000萬的使用者 所以他會有很多人 那原本我也覺得一氣直播是不是就是年輕人在使用 剛剛聽過有想來,真的其實不只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一個手機 所以手機拿出來又滑就有了 所以一氣直播的互動性比傳統也高了 那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話,趕快下載一氣的影片 下載之後你上去滑一下 看到我跟雷勇改天阿哥在共和 這就知道了 直接,你問到這個 因為以往的話,像傳統電視 我過去在電視台五十八年,在新聞檔中出發 今天的新聞,明天看收視率就說 啊,這張公仔雙公會中,結果沒中 收視率有時候不好,那就會換題目 你看,包含了證明節目,還有新聞檔做的主題會是什麼 那,可是一氣不是喔 當我談這個話題,我隨時問一氣寶寶 你們喜歡的家家不喜歡的簡簡 下面一刷你就知道了 這一題大家有興趣或沒興趣 或者說,原本我要換題都可以再來 所以那種互動是即時,像我們現在應該也還在直播 現在一氣寶寶也在看我們這個記者會的直播 那不用等到明天,不用等到這個下個禮拜 他現在就可以告訴你們他們的反應 這就是一氣最快的地方 這就是一氣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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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來帶你們來吃片傳台灣所有好吃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節目因為很多人建議 我們要給他介紹台灣真的好吃 他說這個東西吃起來都不太好吃 但是經過兩間公了才會特別好吃 這就是我們這個節目有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阿翔哥,你不用吃餐還是要吃餐? 好 我剛才叫他說什麼事都可以做 但是不要插這句話,他都不可以 因為他如果香港要來這句話,我就搶在等 對不對 他出來發揮後,他還不用演唱 還不用出來走,還不用拜託,還不用做 他就要投票當選 阿翔哥,你覺得他是一個很強勁的對手嗎? 我看他的一部分 現在他應該是對手了嗎? 剛進來的選票要選台南嗎? 阿翔哥,你不一樣啊,阿翔哥 阿翔哥,你不一樣啊 他所有的特報的收視就知道了 你可以說,你看到的花安 花安很多人都不看 聽說,光是在那個球來穿出豆手就對了 小姐讓我送粉豆三百幾個 看到他的豆手就這樣 阿翔哥,你不一定會講到他就知道了 未來會想去上他的直播節目嗎? 阿翔哥,你如果有邀請 他的聽友和他的觀眾 他的朋友 如果有跟他說,他如果有邀請我就會去 我的人是這樣的 什麼邀請我一定會去,我不在意氣的 謝謝